赢一场游戏,就能到账2900万 房间里摆放着6把椅子 每把椅子下面都有一块铁板 但只有一块,连通了10万幅特高压电 6个人坐上椅子后,管家就会拉下电闸 10秒后断电,每位幸存者将获得2900万 胖姐听后,当即吓傻了眼 因为她体内是一颗人工心脏,只要触电就会爆炸 砍了一辈子人的大劲链子 也表示自己唯一的弱点就是怕静电,可管家却安慰 这种10万幅特的高压电,会瞬间解决一切问题 不会有任何痛苦 可以说,比前三观都要人性化 开弓没有回头见 大家把目光投向三货冠军眼镜男 只见他胸有成竹,不动声色,气定神闲 随便坐了下来 剩余五人则围成一团,开始猜拳 最终金链子获胜 他试探地询问眼镜男,能否将这个位置让给他 眼镜难听后,竟没有一丝表情 当然同意,就这样六个人各自就做 管家还要求所有人脱掉袜子 减少电阻,方便电流通过 随后,他便来到闸刀前 所有人都紧张到极点 此时管家开始倒计时 伴随管家的微笑逐渐扭曲 室内灯光也开始呼闪 房间里瞬间只剩下尖叫 和若隐若现的烤肉香 三秒后,管家拉闸断电 此时众人才停止尖叫 情信自己又多活了一晚 紧接着便四处扫尸 看看谁是那个倒霉蛋 管家缓缓走到眼镜男面前 他的双脚焦黑,升起一团浓烟 看来之前三次通关 已经耗光了他所有运气 这次重新参赛无异于慈善捐款 由于眼镜男带来的武艺 重回蒋金池 所以,这一轮每人都获得2900万 在座的五人一般已经彻底能偿还债务 管家好心提醒他们可以自行退出 可四轮好运 已经让他们误以为自己就是天选之男 最终大奖如探囊取物 五人休息过后,走进餐厅 发现管家正在烹饪美味食物 可盖子一开 他们就知道遇上大麻烦 这个砂锅里煮着五种蘑菇 色彩鲜艳 但只有一种有毒 管家要求五位参赛者 按顺序选一种蘑菇 自己不吃 而是挑选一人喂食 被投喂者不得拒绝 这就是全部规则 随后五人开始抽扑课决定顺序 这场游戏里 选择权就是最大优势 结果长发女幸运排在了第一位 单纯的女学生悲催的 成了最后一个 长发女举着筷子仔细挑选 只有别人吃下毒蘑菇 自己胜出的几率才会更加 最毒的往往最鲜艳 于是她选了红色的蘑菇 端到了身强力壮的大金链子面前 看样子也知道 没毒也得拉肚子 第二个是大金链子 她也从锅里挑选了粉红色的蘑菇 但并没有报复长发女 反而将碗端到了男生面前 第三个就是弱鸡男 可能是对长发女有了好感 她挑选了一种外表最普通的蘑菇 递给了长发女 眼下前三人面前都有了蘑菇 最后的胖姐和女学生 只能选剩下两种蘑菇 送给对方 两人一起上前 幸运的是 学生妹是生物专业 胖姐得之后 要求女生用知识判断 将有毒的送给自己 因为她一生好吃懒做 而且还完债务 得偿所愿 希望善良单纯的女学生 代替自己好好活下去 女学生听后眼含泪 狠狠地点了点头 随后告诉胖姐 她能确定的是 那个黄色的是剧毒 不料下一秒 胖姐就把黄蘑菇 端到了她的面前 此时她才意识到 胖姐送自己护身符 已经刚才那通演说 都是欺骗 可惜为时已晚 伴随着主持人一声开始 女学生含泪闭眼 把蘑菇吃进嘴里 其他人则因她的话 放心地把汤都喝干 距离毒发还有一定时间 大家围坐在女学生身边 安慰她不要紧 下辈子不要太单纯 叫朋友小心一点 下一秒 其中一人眼前模糊 临时撒了一地 胖姐痛苦尖叫 逐渐没了呼吸 眼看如此 女学生微笑着凑到她耳边 你那拙劣的表演 怎么能逃过我的双眼 虽然胖姐卑鄙下作 但最恐怖的还是 女学生的阴毒和老毛深算 只要赢一场游戏 就可到账7200万 富丽堂皇的房间有四扇窗户 四名玩家按要求 将脑袋伸出屋外 随后管家启动开关 其中一扇窗 就会落下一把闸刀 瞬间切掉脑袋 相对于之前的 毒酒毒蘑菇和高压电 这种死亡 无疑最体贴人性化 游戏刚开始 女学生就快步跑向最左边的窗户 因为之前每一关她都选左边 每次都给她带来好运 男人作为警察 却更加小心谨慎 她推开窗户 仔细观察每一个窗户 可惜没发现任何区别 管家好心提示 所有关卡都精心设计 不会有任何漏洞提示 你只是在浪费时间 话音刚落 男生就抢先占据了最右边那扇 警察只好凭直觉 快速走向中间一扇 不料和长发女撞了满怀 看来两人真是有缘 根据规则 两人划拳一决胜负 长发女输了 只好却剩下最后一扇 四位玩家就位后 管家终于开始倒计时 也许是知道 下一秒要掉脑袋 这一次却显得格外漫长 管家没喊一句 玩家的心脏就要骤停一次 倒计时结束 管家猛地拍下 钢丝绳瞬间松开 一把闸刀带着寒光呼啸而来 紧接着便是脖梗切断 人头落地的声音 随后 最右侧的男生双腿一软 缓缓转过身 已经站不起来 之后是长发女 现在仅剩警察和女学生 还趴在窗台 忽然 笑声响起 警察直起身 不可思议地看着双手 毕竟这是他第一次参赛 答案已经揭晓 管家缓缓走向女学生 轻拍肩膀 刚才还自信到狂妄的他 就这样去了天堂 在那里 还有五同伴在等待着他